大家好 本频道不小心被FlexClip邀请 评测这个线上影片制作工具 因为官方免费帮我升级为商业账号 本来想随便制作个约五分钟赞赏的影片 作为账号的交换 后来想想也不能随便就草草了事 于是花了几天研究熟悉FlexClip 赫然发现FlexClip竟然有它厉害的地方 等一下我会从头到尾介绍FlexClip使用的方法 最后再来评价这个不简单的工具 当然有优点跟缺点 如果你想多了解这个线上工具 记得一定要看到最后哦 首先请在Google搜寻列搜寻FlexClip 就可以找到这个免费的线上影片编辑工具 注册的方法很简单 只要你有Google或是FB账号 就可以轻松完成注册并登入账号 不会像国外的一些线上编辑软体 需要额外的认证 询问一些复杂的个人问题 马上就能使用这个方便的线上影片编辑工具 如果你曾经使用过Canva 是不是觉得这个界面跟Canva非常相似 而且非常容易上手 登入账号以后 如果是英文的界面 可以在左下角的语言选项 更改为你习惯的用语 现在我切换官方为我升级的商业账号 左边是工具列 而右边是素材跟对应的工作区 我们发现官方贴心提供了海量的范本 即使你是剪辑的小白 保证10分钟以内就可以完成一部有质感的影片 最快的方法是利用官方提供的海量范本 修改范本的文字、图片、影片 再加上转场的效果 就能完成商业级的宣传影片 编辑的时候不用担心制作的专案会消失不见 FlexClip每隔一小段时间会自动储存专案 即使没有按下储存的按钮 再次打开专案的时候 专案依然会存在 我想这是官方贴心的设计理念 这是刚刚选取的一个摄影旅行范本 经过更改文字的内容 让影片呈现商业设计的质感 可以说完全不输广告公司的原创作品 所以一旦接触了FlexClip 我想你应该会爱上它 只要准备一部可以上网的电脑 无版权的影片背景音乐 以及制作影片的素材 就可以发挥你商业级的高质感影片制作了 天啊 刚刚我提到只要准备素材跟背景音乐 后来我发现官方提供的无版权素材影片 还有无版权的背景音乐多到数不完 也就是说你根本不用准备什么东西 官方已经将素材跟音乐完整的分类了 只要发挥你的创意跟发想 几分钟就能完成高质感的商业影片 不过这里我还是让你了解影片制作的流程 再来利用这个免费方便的工具 相信你一定更能得新应手 不过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官方提供的方案 如果是免费的方案当然不用花任何费用 不过可以享受的只有基本的资源 内容包含影片画质只能以480p输出 如果想以1080p输出 影片会强制加上官方FlexClip的浮水印 每个专案只能使用一个媒体库的视频 最多可以保存12个专案 而影片的长度必须在一分钟以内 可以享受三次图片的抠图、去备 再来是基础和高级的月角套餐方案 可以享受的资源相对的提高了许多 这两个方案最大的差别是 影片输出解析度各为720p跟1080p 每个专案使用媒体库视频各为一个跟五个 专案是可以无限的储存 影片的长度各为3分钟跟10分钟 而输出的影片不会带有官方FlexClip的浮水印 储存的空间各为10G跟30G 影片的分享空间各为50G跟100G 还可以上传使用自己的字体 图片的抠图、去备,各为25次跟100次 当然商业级的套餐方案 使用上几乎是没有任何的障碍 初期我觉得如果对FlexClip不是很熟悉 免费的方案相信已经很足够了 一段时间后如果觉得对你影片制作有很大的帮助 再考虑升级为基础或是高级的套餐方案 官方另提供粘角的优惠方案 约可以省下月角一半的费用哦 现在我已实际的操作示范 让你熟悉了解使用FlexClip的方法 首先请在左上角按下新建空白工程的按钮 开始创作一部全新的高值感影片 然后选择故事版或是时间轴的模式 如果你是剪辑小白 请按下故事版模式 因为时间轴模式最好有动画的基础 否则影片的制作流程可能会搞混 如果各位对时间轴模式有兴趣的话 请在留言区加一 如果人数够多的话 我再制作一部时间轴模式的教学 故事版模式是最好理解最方便的操作方法 其实它是片段动画的结合 组合片段的动画形成一部完整的影片 假设我们不想准备素材 完全取用官方提供的元素 可以利用搜寻列搜寻范本的关键字 或是以下拉的方式寻找 以这个例子来说 按下加号 片段的动画会自动增加到故事版 或是选择套用完整的模板 替换掉原来的模板 或是新增到原来模板的后面 预览的方式有两个 第一个是按下片段的动画 预览单一个故事版 第二个是按下播放或是预览的按钮 可以预览完整的创作影片 故事版的片段动画影片 可以使用拖拉的方式更改它的顺序 如果我们增加一个故事版 系统会自动新增一个空白的故事版 两个故事版的片段动画中间 可以使用转场让影片更加生动自然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媒体库 它最主要的功能是让你上传自己准备的素材 包含图片、影片或是背景音乐 以图片来说 假设我们从电脑端上传两张图片 然后依序按加号到故事版 选取其中的一个故事版 如果图片比例无法填充到满版 可以利用上方工具列的填充工具填入背景色 美化版面的不足跟缺陷 还可以让图片自动填满整个版面 不过可能需要微调一下图片显示的位置 图片还可以做旋转方向的调整 预镜工具可以将图片做风格的转换 让图片更具专业的设计感 图片的光线、色调、饱和度、对比等等 可以利用调整的工具做及时的变更 静态的图片可以使用动画的转换 成功地抓住浏览者的目光 尤其抠图、去背 功能更是一个实用的工具 不过免费版跟付费版的使用次数 当然有很大的差别限制哦 右手边有一个录影跟荧幕录制的小工具 这里我就不多做介绍 各位不妨可以试试看 最右边还有一个以手机上传素材的功能 支援从手机端直接上传到媒体库 只能说FlexClip实在真的太厉害了 下一个是超强的文字功能 分为静态的文字跟动态的动画文字 底下还有多道数不完的文字动画分类 按下全部的按钮可以浏览完整的模板 现在我随意选取其中的一个文字动画 修改模板的文字内容 简单的图片加上生动的文字动画 让故事版的片段影片变得生动活泼 立刻就能吸引浏览者的目光 介绍到这里 我真的不晓得该如何介绍下去 功能实在多到不深美举 看来如果要从头到尾介绍完毕 可能要发三部影片才能完整的说明 所以每个工具我只列举一至两项 其余的可能需要你自己来探索 FlexClip使用的方法都一样 只要拖、拉、放、或是按加号即可完成 假设我们选取套用的文字模板 然后修改文字的内容 选取文字的字形 就能完成商业级的设计理念 接下来试试评库的使用 同样可以使用搜寻的方式寻找 或是以下拉的方式选取合适的影片素材 当滑鼠移动到想选取的影片 按下加号会新增变成独立的故事版 而且无法做替换的功能 如果按下画中画 也就是影片的涂层概念 会在选取的故事版 叠加上一个影片 叠加的影片可以使用上方的工具列 额外使用一些替换 动效等等的功能 让原始的影片产生多样的变化 接下来试图片的功能 分为静态的影像图片跟GIFT的格式 同样可以使用搜寻或是下拉的方式 寻找你所需要的素材 可以按下加号新增独立的故事版 或是在原来的故事版叠加图层的画中画影像 使用的方法都跟前面素材相同 这里我就略过不再说明 不过有一个重要的时间轴跟图层的观念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已经很清楚时间轴 这段的介绍就当作我是在讲废话 如果你是剪辑的小白 以下所说的观念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不管是媒体库上传的档案 或是从范本搜寻的文字、视频、图片 都可以将它视为独立的素材物件 当视频或是图片按下加号的时候 则会形成独立的故事版 图片故事版可以随时变更它的时间长度 假设是图片故事版叠加上文字动画 文字动画的特效时间 不会因故事版时间的改变而改变 而视频或是GIFT将它叠加到图片的故事版 如果时间长度大于图片的故事版 当图片故事版播放完毕 视频或是GIFT会跟着结束 不会继续播放 不过图片故事版可以使用时间轴模式 增长它的播放时间 来解决视频或是GIFT无法播放多出来时间的问题 如果是视频故事版则无法变更播放的时间长度 叠加上的素材物件只能配合视频故事版 无法超过它最长的播放时间 不晓得这样的说明是不是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有问题的话请在留言区留言 我会尽我所知回答 除了以上的时间轴及涂层的观念外 这里我分享几个实用的小技巧 第一个是图片及视频的裁剪功能 假设我们以画中画质入一张图片或视频 然后选取裁剪的功能 图片或是视频即可裁剪成不同的造型 增添素材的商业设计质感 第二个是图片及视频的动效功能 可以搭配原来的故事版动画 相辅相成补足静态的素材物件 产生吸睛的视觉效果 第三个是图片及视频的替换功能 我觉得最大的功能是使用范本的模板 能够快速完美地替换所需的素材 另外右上角的物件位置对齐 以及上下图层的调换工具 也是缩短制作影片时间的使用小工具 各位不妨多多利用它 相信对你工作的效率一定会大大的提升 还有一个影片预剪的功能也蛮实用的 如果以画中画的方式置入到故事版内 请到右上方按下时间轴的模式 才能使用这个预剪的功能 如果以加号新增故事版的时候 画面会跳出预剪影片的功能 我们可以截取所需的影片片段 这两个预剪使用的出现时机不同 不过使用的方法其实是一样的 希望小小的提醒 可以为你节省许多宝贵的制作时间 一般我们制作影片在完成的时候 大多会加上适合影片风格的背景音乐 增添浏览者知觉的感官元素 让影片除了视觉的享受外 透过听觉的接触为创作的影片加分 所以背景音乐或是音效 其实是影片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但是如果使用不当反而会造成反效果 以我个人的经验 但不一定正确 如果你创作的影片是以视觉为主 可以添加一些淡淡的背景音乐 来调和强烈的视觉 如果你的创作影片是以内容为主 可能是课程或是加入旁白的分享 就不一定要加入背景音乐 而背景音乐的选择跟音量的大小 当然没有一定的原则 也没对与错的问题 要看浏览者的感官感受程度来决定 以上是我个人的意见仅供参考 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欢迎各位在留言区给我指教 FlexClip加入背景音乐的方式有两个 第一个是选取范本来制作影片 完整的范本已经设计加入背景音乐了 只需在工具列搜寻要替换的音乐 然后按下加号的按钮 就会完美的套用到范本了 第二个是自己准备所有的素材跟音乐 先上传至媒体库再制作影片 不过我刚刚测试的时候 竟然无法上传音乐档 后来发现原来要新增背景音乐的时候 按下音乐的工具列 在本地音乐的地方 就可以上传背景音乐了 除了上述提到的丰富素材跟功能外 官方还提供了动态跟静态的素材元素 这类的素材我将它归类为线性元素 比较接近向亮的线条表现 如果你曾经接触过绘图软体 应该就不会感觉到陌生了 其实绘图软体都可以制作出这类的动画效果 但是自己动手制作这类的动画 不但耗时又不一定可以制作出完美的动画 有了这类的素材元素 以后可以不用在网路上搜集了 而且搜集到的素材有可能会有版权的问题 一不小心被版权所有人提告的话 可能会花一笔为数不少的费用哦 我接触过的影片制作软体也不少 像FlexClip肯免费提供海量的素材 我想应该少之又少 元素使用的方法很简单 先浏览想使用的元素素材 使用拖、拉、棒或是滑鼠按下左键 元素就会置入到故事版 除了静态的元素外 自带动画的元素马上可以形成动画 如果应用在商品的促销跟推广 相信会有出其不意的创意广告效果 比较特别的是滑鼠一道元素的地方 可以预览动画的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提供了造型的遮罩效果 制作商业宣传影片的时候 提高了影片的质感跟工作的效率 是其他的软体无法相比的 遮罩在影片制作的领域里 算是比较高阶的动画观念 不但要有时间轴的基础 还需有动画图层的基本认识 否则绝对无法制作出这类的动画 不过官方已经将它模板化 大方的释出让你自由地使用 即使你完全不懂时间轴跟动画图层 也能轻轻松松地完成高阶的动画影片 以我个人的影片制作经验 遮罩部分大都制作一些简单的图层动画 如果想制作出像FlexClip官方的模板 应该会浪费掉我许多的宝贵时间 我觉得FlexClip如果不是慈善机构 就是地球上少有的异类 光是前面介绍的所有海量素材 制作一千部风格不同的商业宣传影片 绝对绰绰有余 如果你是专业的影片创作者 其实可以考虑运用你的专业知识 搭配FlexClip模板的素材 每次创作出的广告创意 保证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原创 置入的遮罩可以利用上方的工具列 改变动画的大小、方向、颜色、光线、饱和度等等 商业等级的电影质感影片创作 不再是只有大型软体才制作的出来 我想FlexClip应该就可以轻松地完成了 背景一般分为静态的图片跟动态的影片 它的作用其实是丰富影片版面的色彩 以及不足动画的空洞、调和视觉的整体表现 最常出现在简单商品促销的商业广告 搭配商品的颜色 强调对比来凸显商品 达到浏览者专注在商品的目的 素材的使用方法都一样 这里我就不再多加说明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浮水印的功能 如果你创作的影片要防止被盗 或是凸显商品的品牌 浮水印是一个很好用的功能 使用的方式有两个 第一个是以文字的方式表现 只要在栏框内输入浮水印的文字 然后选择自行的一些设定 文字的尺寸大小、透明度 以及摆放的位置即可完成 另外一个是图片的品牌表现 可以使用绘图软体制作PNG的透明图片 按下图片的按钮 上传制作的PNG或是JPG 调整图片的透明度跟摆放的位置即可完成 如果你创作的影片是一个重要的资产 浮水印的大小、位置、透明度的调整 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 最后一个功能其实还蛮实用的 按下更多的按钮 会出现比例的画面 影片如果要分享到不同的社群媒体 Flexclip提供了不同设备的选择 自动符合你选择的需求 以我个人的测试 只需略作为条 就能完美地达到这个功能的表现了 到此为止Flexclip架构已经概略地说明 你一定以为这样是不是已经结束了 当然Flexclip隐藏的功能还有许多 需要你去熟悉跟探索 才会发现其中的秘密 现在请将滑鼠移到Flexclip首页的工具字样 这里还提供了许多蛮实用的影片制作工具 各位不妨可以试试看 应该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 最后以我个人研究的结果 对Flexclip做一个评测 如果评测的优点跟缺点有不同的看法 欢迎在留言区给我建议 我会需新接受并改进 以下是对Flexclip评测的结果 优点有 一 线上编辑 不用安装软体 方便又快速 二 提供海量的素材 不用浪费时间在网路上搜集 三 动画已经模板化 可以缩短影片制作的时间 四 素材 动画 视频等等 接近商业广告的质感 五 支援繁体中文 增加制作影片的方便性 缺点有 一 免费的账号 勿用多余的素材 造成加载错误而无法正常运作 解决的方法是在网址列的地方 将首页后面的删除就能正常的运作 然后删除刚刚新建的工程 我想这应该是系统的小漏洞 官方可以考虑修正这个问题 一 我的建议是 取用素材如果超过账号权限的时候 系统会跳出警告或是直接跳出升级的提示 才不会造成使用者以为软体不好用而却步 二 媒体库可上传的素材 我发现跟实际可以上传的格式不同 理论上媒体库应该是所有的素材都可以上传才对 但上传音乐档案的时候 系统跳出格式不支持 于是我按下支持的格式 系统提醒为AAC、MP3、M4A、Flag、Aug、Wave 但依然无法上传音乐的档案 不过前面我已提过 加入背景音乐是先按下音乐库 然后按下本地音乐的按钮就可以上传了 如果官方不支持媒体库上传音乐档案 我想应该将媒体库的功能标示清楚 使用者才会更方便 更喜欢FlexClip这个软体 以上是我个人对官方小小的建议 如果说的不对 希望官方来信给我指教 如果你是不小心进来浏览这部影片的朋友 希望你会喜欢FlexClip这个免费的线上工具 如果你想购买升级的套餐方案 下方有本站专属的FlexClip优惠券 折扣是你意想不到的超级大优惠 先领取优惠码然后到官方购买 请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 同时感谢你观看FlexClip的介绍跟评测 那么我们下一部影片分享见咯